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1年 2月25日 星期四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個關於 這兩日爭論很重要的話題 其實 我們沒有玩Cup House的 據說這陣子老蕭很喜歡玩Cup House 而且發表了一些偽論 這番偽論 惹來一些年青人的不滿 我們其實也特意聽了老蕭所說的 以及遊學修 如何反駁他 我覺得老蕭 其實 有浮現了以往的問題 就是他其實 到了這個年紀的人 往往就是 以想當年為主 我最不同意的一個說法就是 永遠不可能再像一個 喜劇界的泰斗周星馳 永遠都不會再出另一個周星馳 永遠都沒有辦法再出一個周潤發 我覺得 我們這代人 又沒有到老蕭那麼老 但是又不再是年輕人 我們是年輕的時候我們也聽過的 當時 我聽過的版本就是 現在一代不如一代 永遠都出不了這個笑像 好像許冠文那麼出色 沒有可能的了 這個是周星馳出現之前 其實 在我這個經歷 之前還有另一個說法 就是 但是 一代不如一代 這一代人永遠 都出不了梁省波那麼出色的笑像 冷面笑像 像波叔那麼厲害 中環省港澳 再早一點 找陶傑 因為陶傑說的那些我們也沒有聽過 那些再老一點的那些 意思就是 很多時候他們那個年代 他認為 那個是大紅大子 他就是最出色的那個 沒有人可以取代 每一個年代都有他的英雄 天皇巨星 也有他的偶像 其實老蕭這樣說的話 我覺得就是 他那個是屬於 一種古暴自封 這個我不同意 有東西我同意的 不過呢 首先說了這個問題 時代是有進步的 香港 那裏戰前 你如果再說戰前 戰前的人就說 香港永遠都出不了馬斯爭那麼出色的人 是不是 那麼出馬斯爭之後又有新馬斯爭了 怎麼會沒有呢 一樣的 印白之後的人就說 印白真的是 是氣寶來的 香港永遠都出不了印白 大家覺得 這個說法也對嗎 耳熟能長 每個年代都有他的英雄 每個年代都有他的 出色的演員 老實說 周星馳是出色 周潤霍是出色 但是是不是代表 永遠不會再出一個呢 這個世界 所以呢 這個我覺得 首先反駁了這個老蕭的說法 我覺得這個說法絕對不對 因為 年青人有年青人的世界 現在的年青人 未必再想要找周潤霍那種偶像 那種偶像 其實周潤霍在出道的時候 一樣是被人彈他 誰會演戲的 是不是 永遠 都沒有謝賢出色的了 或者其他再之前那些 我不知道是誰 他的年代一樣被人彈的 年青人 急就急一點 像賭神那句陳甘誠的說 也是一種年輕人就是年輕人 會不會這麼說 是這麼說的 所以呢 去到 過70歲的老蕭 他一定是 免懷他以往的 他真的免懷他以往的 很光輝的日子 他認為 現在這些年青人永遠都沒有辦法超越他 如果你拿蘋果對蘋果 提紙對提紙 可能是 可能是未必的 我也不敢說 當然他斬斷截 0 100% 沒有可能 這個當然是值得相確啦 這個世界沒有說是沒有可能的 好 正如 我做YouTube那天開始 我2014年開始就不是做YouTube 2014年 索羅比請我上去 做客串 炮打斯領埔 當時我們也沒有想過 我們可以追到 蕭先生 想也沒有想過 當然當年我們做網台的時候 幾千尾片很厲害 蕭先生在直播的時候 當時的逍遙有直播 有8、7千人看 很厲害 現在每個人都可以 壽司大直播也有2萬人 白兵也有很多人 每個人都有 但是 誰能猜得到 原來我們可以一個月有三、四千萬view 三千多萬view 跟蕭先生一樣 我們被人封台之前 我們追過了蕭先生 蕭先生也沒有想過我們會追過他 兩個不出樣子的人 床頭露尾 不出樣子的人 原來也可以贏你出樣子的人 那麼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所以 千萬不要把那件事說得那麼糟糕 說真的 我們 做網台也沒有想過可以超越蕭先生 蕭先生是不能超越的 結果也是一樣可以超越 所以 我認為 他的說法太斬釘截斥 但是另一方面 我覺得由學修說 說得對的一件事就是 現在的年代不同了以前 以前 你說 五、六十年代 就拍粵語片 說五十年代之前 就說唱大戲 大家的舞台不斷在演變 到了六、七十年代 開始流行國語片 到了八十年代 電視劇 還有武核片 還有賭片 殭屍片 然後帶銀幕 到了現在 很多網劇 他們製作未必可以像以前的電視那麼大規模 但是很難說的 你看Netflix 他們如果要製作上來 網劇一樣可以扔很大筆錢 不過 其實那個問題就不是在香港 不是在電影 網劇 或者YouTube 是在市場方面 因為 好像台灣2300萬人口 他們也養不起 一隊 製作隊拍一些劇集出來 因為他們的人口不夠 他們的人口 支持不了 一個 很大型的製作 所以他們就拍一些網劇 我們有看過很多網劇 愛情片 動作片 很多的 是不是 這個我反而覺得 未必不行的 當你的市場夠大 當然現在 大部分電影就是要做大陸的 因為大陸有十幾億人看 你隨便拍一部垃圾片 你也有機會是騙一成人幫你看 你也有億四 香港不是的 香港也有700萬人 我們有30多萬訂閱 即是5%的香港人 看我們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數字 如果你對比大陸 大陸 14億人 如果5%要7千萬 所以 我們做不過大陸是正常的 大陸 好像之前有一個被拘捕了那個辣椒小球 麻辣小球還是辣椒小球 辣不小球 被拘捕了那個網紅 KOL 那個有250萬人追蹤的 大陸有十幾億人嘛 他有200多萬追蹤 不是200多萬追蹤 我們現在也是30多萬而已 但是 但是我們已經是 做到其實已經做到很 很貼的了 你說再上一層 是很難的 現在只能慢慢慢慢累積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最近這一個月 可能是二月份 傳統淡貴 又過年 加上 整個氣氛不好 人們又不關心政治 所以 所有的網台都跌了 我們都跌了 全世界都跌 我看回美國的朋友 有些是美加的朋友 有些是 講普通話的幾個KOL 文超 江峰 他們都跌了一半 大部分都跌了一半 所以 這個是 整體的淡貴 我們說回油學修的問題 他 覺得 十分之不服氣的就是 我們年輕人 我們有機會在另一個平台上超越你的嘛 是不是 比如說你拍攝之前的 拍攝製作 拍攝電影 可能要投資幾千萬 可能要上大銀幕 問題就是現在他們的製作 認真上來 有機會是有 大公司去投資 他們隨時 說得沒錯 YouTube的影片 就可以在大銀幕上演 甚至乎 將來電影 戲院會淘汰 大家都可以在電腦那裏看 哪裏要去 電影院看 家裏自己教過頭四 螢幕 80吋 100吋 是吧 一樣的嘛 一樣可以當自己私人影院那樣看 我覺得這件事 他就是那個 比較孤暴自豐一點 老少爺的說法 電影 或者YouTuber 是不是難登大雅之堂呢 也未必 陶傑經常養咎我們 我們 多人聽過他 你想一下 晚上在商台11點至12點 是開的士會聽而已 可能是小巴也未必聽 香港是多少個的士佬 你不是聚了一萬個 我們 十幾萬的 現在跌到六七萬了 我們是不是多你很多倍 所以 不可以這樣算 因為 媒介不斷演變 現在的媒介變了 接下來 就是YouTube的世界 電腦的世界 電腦取代 很多很多的電影 最近公佈了一個現歷史世界紀錄 這個叫李子柴 還是李子柴 這是一個女生 大陸的YouTuber 他一年賺過億 他有1400萬個Follow 他的廣告收益 連他的商品 連他的一年賺過億 他一年賺過億 那麼大家 怎麼會想到拍片 可以賺那麼多錢呢 我相信老蕭你這家公司 三年都賺不到這條數 是不是 人家一年就賺過億了 如果他要上市 他那家公司值十幾二十億 賣15個P 他那家公司也賣十幾二十億 所以 不可以少看現在的網絡世界 因為網絡 一個小時 就可以傳播得很厲害 我們的影片有時也可以 一個小時都有六七萬 七八萬 最厲害 最巔峰的時候 這個很厲害 因為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們 是不是 因為這個 比以往的電視 傳統媒介 甚至是電影的全部 更加強 所以 我是不同意他的說法 沒有人可以永遠再超越他 不是的 接下來那個不是叫周星馳 他可能會比周星馳 因為每個年代的笑象 每個年代的喜劇演員有 他 個人風格 以前的 鄧基陳 新馬仔 當然新馬仔未必順便是搞笑的 鄧基陳是搞笑的 西瓜跑 然後是梁聖波 梁聖波可能是同一輩子 梁聖波 之後有許冠民 許冠民之後 其實曾志偉也是 搞笑 曾志偉 因為我們現在不喜歡他的政治取向 然後 去到 周星馳 周星馳之後 暫時沒有一個可以跟他有得比的 這個是真 但是不是代表 永遠沒有 這個 其實是一個老蕭的盲點 我覺得 年輕人其實 希望是一定要有的 因為我們可能 我們現在年紀也大了 我們20多歲 30歲的人的想法 很多時候我們不明白 也是因為我們不懂 我們不明白 他們才可以 很多東西創新出來 所以 應該什麼事情 看事情也看遠一點 不過我覺得老蕭說得對的就是 政治問題 現在到了《國安法》 香港的電影 我覺得在創作方面 會受到很大的打壓 很多電影你拍不到的 其實跟大陸一樣 慢慢慢慢 有些題材 你告訴別人 宣布你要拍 你會被人杯葛 會被戲院 會被院商抵制 會被政府的人員用行政手段來干預你 甚至乎警察會來查你 動你 還有很多很多的陰招 所以 在創作方面 接下來其實真的是不容樂觀的 如果你真的要認真 做得很成功很大 其實你沒有辦法不看大陸市場 因為你現在廣東話 你說廣東話 你的客人 售中 只是香港700萬 香港也不是每個人聽廣東話 現在有幾十萬 可能不夠七百萬的客人 加上馬拉200-300萬 馬拉700萬 千多萬 再加上廣東省部分 你的客人始終有局限 你始終不夠講普通話的多 我們跟台灣已經不得比了 台灣的關鍵時刻 200萬訂閱 你怎麼可能比他多呢 你的view沒有可能比他多 是不是 所以 你的市場是如此大 除非你可以突破到 譬如你做英文YouTuber 你在外國生活 你可以打入外國人的世界 要不你只是做大陸 你吃了大陸市場 像李子柴 李子柴 像那個女生一樣 有千多萬訂閱 那麼他就可以做到很大 香港不是很多上司公司 比他多的 是不是 所以 Youtube的世界 互聯網的世界 如何發展 或是他的發展 完全超乎我們的想像 我們想也沒有想過這件事 所以 不可以 那麼矛盾 我覺得這件事老蕭就矛盾了 接下來 Youtube 或是這個互聯網世界 超越以前的電影 不奇怪 你以前的電影有多少人看呢 你不是幾千萬票房 你出來三個票 10萬人看 100萬人看 你當三十元一張票 三千萬票和100萬人看 有些片 可以有幾百萬人看 一千萬人看 甚至乎是一億人看 那麼那些是不是超越了電影 絕對超越 絕對超越以往的電影 所以呢 不要固執自封 我覺得年青人 是應該有理想 應該是奮鬥的 千萬不要說人家要開的士 人家可能Youtube 好像正如陶傑所說 我們賺過百萬一個月的 當然我們沒有那麼多了 我也希望 乘他貴然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